基隆市議員在市議會質詢時要求基隆市警察局對於十大疫造勢路段以及護老專案要更加重視並且加以改善 我們仁愛基包辦了四個路段那這邊我想建議我們這個警察局交通隊是不是應該跟我們交通處來好好的來對於整個這個造勢路段發生車禍那到底是怎麼樣子的原因來發生那有沒有統計是說造成車禍的這些是不是外縣市來的比較多 一發生事故路段的統計然後總共十個那其實就是我們其實日常也覺得很危險的路段所以這邊是想要特別請局長再可能幫我們說明一下是說大概這十個路段它的造勢原因比較就是會讓這個A1 A2或是A3這樣的造勢原因比較大佔比較大比例的造勢原因最大的比例就好了不然會有點難說明 目前道安會報上面的數據顯示我們這個老年人口年長者的任意穿越馬路的這個死亡比例還是稍微高一點 所以我想提醒說我們在各大市場學校醫院還有重要的這個道路還是得加強護老專案或者是如何宣傳讓我們的長輩要經過行人穿越道才能過馬路 我想有幾個重要路口還是要提醒大家 包括一些比較危險路段 疫照式路段 還有包括我們的長輩 衛衣規定穿越馬路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剛才同志委同議員提的護老專案 我們一直在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在疫情未來以後舒緩的時候特別去注重這樣的事情 讓我們相關的事故能夠降到最低 降到一個極致 中山一二路 山路那個地方 因為現在路覆又那麼寬 大家車速也快 那邊也時常路口發生一些車禍 想說在這邊建議 就是那邊的路口的一些舊的 舊的監視器 希望都能夠先行維修 主管單位基隆市警察局長劉耀青達巡師表示 今年開始採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造勢嚴重度指標的新的標準 來對陣下藥改善疫造勢路段的造勢原因 減少車禍意外發生 今年開始我們有不同的做法 因為我們的做法是 A1 A2跟A3 這三種類別不同的交通事故 我們都算等值的一個計算 所以造成我們十大造勢路口 呈現出一個不合理的現象 也就是一個入口發生死亡交通事故 跟一個發生財務碰撞損失的交通數是等值的 所以說我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 所以我們才採取了交通部運輸所 它的一個依照是嚴重指標的一個方式 重新計算把我們基隆市 疫造勢的高危險路段路口來找出來 來對陣下藥來找出噪音來改善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度首先做一個改變 依據警察局提供給市議員的 疫造勢路段資料顯示 特別是人一路和愛三路口排名第一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port afin力出門 如果 Bag number go 就決定 adesso nostro公顧